其實我很節制 因為我知道它熱量高 它有鹽分高 可是我覺得飯店很討厭 為什麼飯店很討厭 因為我只要出差 半夜要找東西吃 就只能看到這個 尤其是那個點心吧 一定有洋芋片 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是有這個 可是很貴 飯店裡面有很貴 非常貴 它就算再怎麼貴 你也要付得起 對不對 我們一般去住飯店 都不會去拿飯店的 因為太貴 除非人家騎的 因為你有時候去到某些地方 你出去比如說它又很冷 它又下雨 你又不方便 或是說我們女生出去的時候 會覺得很危險 這時候就開始在房間裡面 中翻 西翻 看來看去就只剩下這個可以吃 所以每次出去 會一罐都把它吃光光 因為找不到其他的東西吃 但是回家的時候我還是很節制 所以為了吃洋芋片跟薯條 其實我去買了一個氣炸鍋 那個氣炸鍋就是 我不用沾任何油 它就熱氣一吹 把薯條烤熟 外酥內軟 可是那個東西就變成說 它是迅速把水分蒸發的 所以那個得要馬上吃 你沒有馬上吃 它就不好吃了 因為它就乾掉了 那講到麵包 我家附近就有一個麵包店 那個麵包是好吃到你會覺得說 它那個紅豆麵包 隔幾天你就想要去買 它紅豆吐司一條 然後一條你切八片 叫它切八片 切八片回來會發現說 怎麼兩個小時之後 吃了只剩三片 五片都在我的肚子裡 再到半夜的時候就發現 怎麼沒有了 我得留一片 不然我明天早上沒早餐了 後來我研究了半天 想了半天 就覺得它是那個紅豆 那個紅豆是類似像 雨漬金石那種很飽滿 那個口感非常好的紅豆 不是我們一般的那個紅豆麵包 裡面很多餡 那很多餡你吃起來 就會開始覺得膩 它是散著散著 所以你知道 你就很期待 一顆一顆 期待咬到那種完整的那一顆 黏黏 就一直往前 嘴巴一直看去 然後咬了 整片又都沒 所以你都講解釋 你要避免你去算 你吃了多少片 像我去買就是半條 不要切 不要切 你要拔著吃 所以你才吃一片這樣 不行 我還是有一個節制力 我還是想說 我能不能切了以後 我只吃了一片兩片 我可以數數 但是發現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它分散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商人 也是真的很聰明 厲害 他把它分散的時候 變成我吃這一片完 我覺得還不夠 對 所以我到下次 每次要去買那條 吐司 那個紅透吐司 我每次都要買兩條回家 因為它比較硬一點 對 它的口感比較特別 大家好像都不是只吃一個 大家都還滿坦白 都是吃一個以上 甚至一片 我的問題是 我的胃口太大了 我一次可能要吃三個麵包 可是我可能比較是 不太適合在台北當醫生 我很適合駕到鄉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吃完之後 我這邊腦部 沒有辦法傳達到 我有吃到麵包 我自己想吃滷肉飯 所以我吃了三個麵包之後 我胃是空的 我最後又去吃兩碗滷肉飯 所以變成我現在為了減肥 我就是就是說 麵包吃到肚子裡 好像變了 沒有占空間 我身體也在想著 我要去吃兩碗滷肉飯 我最後又去吃兩碗滷肉飯了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 我就不太敢吃麵包 因為麵包第一個 如果你有做過麵包就知道 它的鈉離子和油 和隱藏的熱量 是非常可怕的 是很可怕 另外講到一個洋芋片 是更慘的是 因為洋芋片 大家都share 或是買分享包 澎湃包 我們不是 我們這種人就是要去Costco 買那種像狗糧那種 有沒有 那麼大 晚上才能吃 當我們瘦身成功 我們就吃一點很OK 但是提供大家做建議 不要晚上吃 因為有一次就是在幾年前 我就吃了洋芋片之後 你會知道胖子很厲害 脫衣都能夠出來 潤澤那個洋芋片 我就吃完就睡覺 第二天起來 你有聽過聲樂家搗嗓 你們聽過 結果第二天我就開始請家說 學長幫我代班 我沒有聲音 他說你不要開玩笑 你這是演鬼片 不要開玩笑 講話 講話 我說我真的沒有聲音 我說我沒有聲音 我搗嗓三天 沒有上班 全身好好就是因為失聲 因為洋芋片吃了以後 這個瘦起來 瘦啊 瘦起來 對 所以洋芋片本身 是最熱量很高的東西的 這種情況 吃麵包洋芋片 到底是什麼情況 來生氣面醫師 好 其實可能你的身體缺乏了色胺酸 我想大家其實對色胺酸都多少有一點了解 我們都說它就是一個快樂的食物來源 就是吃色胺酸的食物 會讓你心情感到愉悅 同時它也有治療失眠的作用 所以比如說你有失眠困擾 或你有情緒困擾的人的時候 可以吃這類的食物 為什麼像麵包跟洋芋片吃了的時候 你很想吃這些東西 可能你缺乏色胺酸 其實是因為麵包跟洋芋片裡頭 都含比較高的碳水化合物 我們吃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我們血糖上升 我們心情是會變比較愉快 所以當你無時無刻都需要這個東西 其實有可能你是屬於心情 比較低落的一個族群 所以如果你缺乏這些 長期的沒有去注意它 很有可能久而久之心情 會變成有憂鬱的一個 往憂鬱的方向走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多注意 那這個食胺酸 到底要從哪裡可以補充 比如說像是香蕉 或者是山海魚類 或者是生海魚類或是堅果類 其實都可以讓我們 調整我們體內的色胺酸 然後影響到血清素 那我們的情緒就會獲得一些改變 我覺得營養菌很非常重要 當你不管想吃什麼 可能想缺乏什麼 最怕的時候 你這個也不想吃 那個也不想吃 這個也提不進去 那個看了也不去 那可能就是憂鬱症 然後謝謝大家 盛為歇天之本 壽命的長短跟中醫的補腎養生 都是非常有關係的 在生活方面 我們盡量教導病人 是要睡眠的充足 飲食的均衡 還有盡量不要憋尿 還有水分的攝取 都是很重要的 在生活上 食物很重要在以黑入腎 我們盡量找一些黑色食物 比方說是黑木耳 海帶 黑芝麻或黑豆這些東西 對於一些抗衰老 清除自由基 抗腫瘤 以及美化老化年輕的部分 也是有幫助的